呃 我覺得我是紅腿第一妹 你是 就是 就算不是第一妹也是第一誇張吧 第一戲劇話 第一間啦 第一間 好 謝謝 你幹嘛是想盡頭啊 你把它弄到 把他鏡頭給你好啊 你把它弄到 你幹嘛是想盡頭啊 好啦 阿寶我只能說他今天就是很端莊 就這樣 可是我就說 哇 小孩子怎麼穿得像廟啊 怎麼像金鐘獎啊 怎麼那麼有氣勢啊 一代女皇啊 就是你們可以寫很多東西 那阿寶就是說 喔 黃色的洋裝 第一 你說差一分耶 只差一分就數給腳趾 差一分就差一秒就差一秒 那 誰沒投我 你可以調查得出來嗎 那沒辦法 評審說他是 出去兩次然後 就他們很難抉擇 然後休息了兩次兩回 然後回來覺得 這個解釋嗎 說實在的 就是 呃 我真的心裡會想說 會不會聽到我的名字 因為我媽坐在樓上 然後我想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可以說 媽 我得獎了 然後結果他們就說 是佼佼跟LuLu 講真的 我內心 真的有一點點失望 喔 可是我覺得 還是要有風度 因為畢竟佼佼 你看她在 連頒獎人 她都可以講話 妙語如珠 然後LuLu也是 很棒 對呀 人很好 人緣很好 然後 很棒 對我覺得她一直走過來 就是 給她一個獎也OK 就是也合理 所以明天就想要去找大S 因為她畢竟也是 悉堤想聊的製作人 想要去他們家 跟姊姊還有姊夫 就是 全部 恐怖 我沒有得到 你知道嗎 獎 就是希望 就是可以從她那邊獲得一些安慰 其實我這次穿著我的服裝 我並沒有要爭取了什麼 紅毯第一美耶 因為我覺得 那已經不是用美可以來形容了 那是怎麼講的我的服飾 就是很尖 不會 紅毯第一尖 還有別的嗎 你不覺得我整個人就是一個藝術品嗎 好像一幅畫在行走 然後也有人說 我本身就是一座金鐘獎 哇 然後也有人說我是廟宇 什麼什麼什麼都有的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紅毯上面 獲得了很大的那個話題 所以是不是第一美 我已經不在乎了 對 蘇阿寶 對 蘇阿寶 阿寶又沒有跟我們一起入耶 你說服裝啊 誰啊 嘿 你再問我 我可能真面目會露出來喔 趕快你口袋再拉高一點 哈哈哈 你說評審說 好 曾寶一是紅毯第一美 我 我沒有看到這個耶 我看到的是我是紅毯第一美啊 你是啊 你是啊 你是看什麼東西啊 好啦 阿寶我只能說他今天就是很端莊 就這樣 可是我就說 哇 小椅子怎麼穿得像廟啊 怎麼像金鐘獎啊 怎麼那麼有氣勢啊 一代女皇啊 一代女皇啊 就是你們可以寫很多東西 那阿寶就是說 喔 黃色的洋裝 第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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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